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個股 今天的個股存股觀察是之前網友也想要看的就是1580的新賣 然後新賣已經如果連今年算的話已經連三年衰退了 因為今年前三季只有22.8億的營收 去年還有41億 所以第四季要趕到21億的機率應該是蠻低的 那目前股價也從之前的180左右跌到70幾塊 有些人覺得很便宜了 但是有些人覺得就是還是很貴 那到底如何我們就往下看吧 在這支影片裡面我們會從個股現況、好股票符合條件 以及合意價格估算跟驗證的部分跟大家做說明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記得趕快訂閱喔 謝謝啦 個股現況 公司名稱是新賣企業 然後股票大概是1580 股本不大只有5億左右 上貴12年了 今年現金配息是5塊錢 現金值率是 如果以目前股價來算的話大概6.3% 連配現金年數是15年 今年配息率其實不高 只有49.9% 8年配息率大概將近7成 今年RO1是23.68 8年平均RO1是28.9% 也就是其實從 今年跟近8年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公司是有點成長停滯啦 有點走向衰退的跡象 不過還是蠻專注本業的 有到96.2% 然後最近公司主要是做 就是麵包烘焙相關的設備機器 市占率在整個亞洲地區來講 市占率算是蠻高的 然後包含我們可以知道像烤爐啊 攪拌機發酵機 還有像是壓面啊 還有一些像是基本的展示櫃啊 電冰箱啊 有的美的 廚房設備等等 大概是整個是一條龍的服務啦 就是你只要跟麵包烘焙相關的 他就有辦法幫你 依照你的需求 來去看要怎麼配置等等 所以他們之前 前總經濟車有說過嘛 他說說 他們新賣並不是做賣設備 而是賣服務 因為畢竟這個產業它的入行的門檻其實不高 就你只要懂機械的 而且它也不是什麼很高精密度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懂機械 你就有辦法做出一樣的設備出來 所以新賣主打的是服務 不管是從小到麵包店到大到可能量販店的整個配套 就他都有辦法幫你處理到好 不過 從月營收的圖表可以看到 其實 近一季 因為第三季的營收都已經出來了 九月的營收現在已經公佈了嘛 你看第一個紅框這邊 其實它跟前幾年比起來 還是有蠻明顯的衰退 然後跟去年的同期比起來 是衰退了13.6% 即使今年整個第四季有好轉的話 還是明顯跟去年的落差還蠻大的 然後這就是今天我們主要要探討的話題 營收地區比較 目前公司還是以中國市場為主啦 不過這也是造成它最近這幾年衰退的很主要一個原因 因為中美貿易戰嘛 現在其實整個國際的情勢就是已經沒有模糊的空間了 不像以前你可以兩邊再遊走 你只要打好關係兩邊可以都賣都做生意 問題是現在有點壁壘分明了 就是你要嘛選中國要嘛選美國 那就看公司這一塊 因為畢竟它現在中國的比例佔的太高了 已經將近七成 然後美國這邊12% 然後台灣大概14% 接下來我覺得如果公司要走向長期比較穩定的經營的話 它整個不管是在亞洲 包含像印度整個這麼大的市場 它的開發程度其實還蠻低的 然後包含像是泰國還有印尼 甚至是南非等等 其實它整個在營收比重都還蠻低的 這一塊我是覺得在未來幾年 公司走向最好是把整個中國的 營收的比例降到五成以下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這個影響的層面太廣了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太難預估了 如果你今天不管是到時候它可能美國那邊做出一個加重關稅 或者是中國這邊也有懲罰性關稅的就是互相懲罰嘛 這樣子其實受傷最重的就是兩邊都有佔一定比例營收的公司 那我是覺得現在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都不要佔比重太重才是最好的做法 就是每個市場可能都佔個一兩成兩三成就好了最高 然後像這種單一市場可能佔了五六成六七成以上 其實這個整個承受的風險都太高了 那有在關注這間公司的人可以繼續follow這個狀況啊 就是它在整個其他地區的發展狀況還蠻重要的 尤其是印度 因為畢竟印度幾乎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了嘛 而且它都是採民主制 我是覺得有很大的發展的潛能 股東人數變化 今年股東人數增加了2378人 然後一樣你可以看到過去的大股東的部分 從持股將近就六成到最近只剩下四成而已 整整少了兩成之多 然後不意外的其實大部分也都跑去散戶這邊 所以大部分覺得散戶可能還是覺得說 一百多塊甚至快兩百塊的股價現在掉到可能一百塊以下 因為我之前大概看了一下網路上的風向嘛 有些人就覺得一百塊很便宜啊 跌破一百就趕快買啊等等 但是其實他們不知道公司已經有一些衰退的現象 尤其是美中貿易戰之後 那整個成長的狀況不只是停止 而且是往後走的狀況 再加上今年的疫情的影響 當初那些在覺得一百塊很便宜的人 現在大概都已經套住了 基本上還是會建議說 了解一下公司的真實的狀況會比較好啦 然後估出一個真實的價值 你就知道說目前的股價到底是算真的便宜還是貴的 如果你之前一百八兩百塊跌破一百 你就覺得跌五成了很便宜啊 問題是他可能真正價值只有六七十塊而已 那麼這樣一百塊其實來講還是蠻貴的 好 股票挑選條件 我們要從配息毛利跟ROE 都以八年的狀況來跟大家做說明 配息是不是穩定 近八年配息率其實有到七成 近一年只配五塊我想主要 因為這個公布是在今年的事情嘛 所以其實那時候疫情的狀況大概都知道了 公司也預期到今年整個狀況都不是很好 等於是保留陰遇啦 陰遇一些可能甚至可能需要面對虧損的狀況都有可能 因為畢竟疫情的情勢很難預估嘛 所以公司做了最壞的打算 就是說先配少一點 然後看整個今年的狀況 因為今年的EPS可能落在七八塊錢左右就已經算不錯了 那到時候可能就是以提高配息率來營運嘛 因為今年少配的明年就算 就可能有機會再補給你 例如今年可能賺八塊 他可能就會配到滿滿的八塊也不一定 或者是配七塊多 可能配息率會再高一點啦 如果到時候營運算穩定的話 營業毛利狀況 最近公司他算 以這麼競爭的產業來講 他的毛利率有到四成其實算蠻高的 代表他有一定的定價能力 也就是說他的服務是備受肯定的 因為據我這樣子調查的結果 其實他們麵包這種設備 對於麵包店 從基層麵包店 甚至搭到量販店來講 其實他們最害怕的還是 售後服務維修的問題 魚賓這種烘焙的設備算是耐久財 他不是說你今年用一用 一兩年兩三年就換掉 他可能一買就是用十年以上 對於那些小到可能以麵包店來講 他一次次出可能就是幾十萬 他能用能撐就撐 所以到時候一定會面臨到維修的問題 那其實新麥在這一塊也做得很好 他整個是連維修的部分 都把客戶服務得很好 所以大家也很放心買他的設備 所以他有一定的定價能力 就是取決於他的服務夠好 然後產品的品質也不錯 所以他毛利基本上可以到四成以上 四成左右算是還不錯 以季度來講 畢竟前兩季的狀況可能沒那麼好嘛 有到只剩38% 不過這個還在預期的範圍內 因為基本上只要不要突然掉超過一兩成以上 這樣子毛利問題都不大 就是在10%的區間內範圍跑來跑去是蠻正常的 然後營業利率就下降的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之前像16年17年的時候 基本上都有到18%嘛 然後到近一年只剩下大概16% 少掉2%了 這已經超過一成的幅度了 再來你看近幾季 這兩季狀況比較差啦 不過隨著第三季 整個營收再稍微拉回來 這營業利率應該會好看一點 應該可以回到可能13%上下 ROE是否穩定 今年的ROE 其實 你看他從之前16年到29 然後17年27 到1819其實都只剩下23%而已 今年的狀況 因為前兩季 包含第三季都是完全都是衰退的 他有可能會回到像我這邊圈起來的 08年大概18%左右 這已經是穿著近十幾年來的新地 不過好消息還是第三季的營收有起來 那第四季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大概去預估的出來 今年度大概到底衰退的幅度到哪邊 我總結來講 他ROE 往下走是一個事實 因為畢竟過去 動輒可能30幾% 然後到15年16年跌破30%之後 現在目前一直在往下走 今年甚至落到可能18%左右 就像剛剛前面講的 他整個大陸營收佔比過高 的確那個問題是蠻大的 尤其現在整個國際情勢其實是相當不利 在季表的ROE部分 今年第二季營收跟去年冬季比他衰退蠻多的 就是將近26% Q3第三季因為七八九月已經出來了 雖然財報沒出來 不過我們已經大概可以知道去推估整個的狀況 目前從營收看起來是衰退13.6% 然後如果以第三季跟第四季都以衰退的幅度差不多來看的話 今年的預期ROE大概落在18%上下 合理價格計算 我們先從股災價來跟大家談一下 就ROE我們一樣用剛剛講的 今年預估大概落在18%嘛 然後合理本益比的話 從這邊的紅框我們可以看到 它從七八倍到十一倍十二倍左右 那我覺得合理的狀況大概是九倍 預估的EPS大概七塊多嘛 股災的價格將算起來是63.5% 再來以目前狀況的合理價的話 只差在這個本益比 一樣ROE是18%嘛 然後本益比就是 從高本益比跟低本益比去取一個合理值 我覺得大概十一、十二倍都算合理 然後如果取十一倍的話是大概77.7塊 最近的收盤來看 現在的估出來的合理價 其實是蠻趨近於合理的 只是有些人覺得說那我就可以投資了嗎 其實這真的要看人與美還有資金的比例 因為畢竟這是這幾年有點走向衰退的公司 因為整個大陸市場的需求放緩了 尤其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它整個放緩 然後什麼時候會再拉回成長的路線上 其實真的很難預估 我想有在做產業分析的人應該也知道 這一塊是最難去預估的 其實即使估出來的數字 我想那個可信度都非常低 因為整個貿易戰要怎麼走 沒有人說得準 那你說現在目前是合理嗎 我覺得狀況是合理 然後你如果真的覺得這間公司 你覺得它真的很好 你想投資的話也可以 問題是你要設好一些停損 因為畢竟目前估出來的ROE是18% 那明年呢 如果它整個狀況衰退的持續的話 那個ROE勢必會再往下修 這時候 你如果沒有設好停損的話 那麼你可能就是跟著它一起沉淪 但我們不希望公司是往這邊走啦 因為畢竟還是蠻有競爭力的一間公司 只是如果身為投資人來講 你自己的資金要自己做好控管 盡量這種 比較明顯衰退的個股 你投資的比例 盡量不要拉太高 因為這個不是說前景看好 或者是怎麼樣 雖然它還有很多未開發的市場 可是目前因為它整個在中國比重 真的是太高太高了 那短期間內無法改變這個事實的話 那麼短期間的變化可能就會非常大 因為可能大陸營收可能會再繼續往下走 也不一定 所以值不值得投資 我覺得就看你怎麼去認定 這間公司它未來大概的走向會是怎麼樣 我只是提供一個自己的看法 給大家做個參考 合理價格驗證 這是今年3月的跌到的低點 那我們又以實際的狀況來跟大家去說明說 驗證一下 那以當時的禁止 就第一季 因為這是第一季的時候的波段的低點 那所以禁止是拿43.51 然後本益比 就跌到最低點這時候是7.15倍 那為什麼這邊用21%呢 因為當時在跌的時候其實 你知道會衰退 但是你不知道衰退多少 那麼你就會以這幾年的狀況去推一個預估值 因為像我們剛剛前面舉的18% 是已經整個可能第一季第二季都跑完了 你有比較最新的資料 你才知道說它今年整個狀況大概是落在哪邊 然後這個 這時候你是還不確定 因為這種疫情有可能瞬間就過了 有可能第一季完 然後第二季慢慢就服輸 然後第三季整個就爆發 也不一定 所以當時就是做比較稍微保守的預估 就是它從 可能292723 然後你大概就估可能再衰退個2-3% 所以這邊 我們是以當時的狀況嘛 所以就是用21%左右 我是覺得當時的狀況 算是比較合理的 將算出來的預估EPS是9.14塊 然後9.14乘以7.15的低本益比 得到是65.4 65.4跟70.5塊 有一點小落差啦 不過還可以接受啦 這就是落在比較合理的範圍內 因為一層嘛 大概抓10%的範圍區間是蠻合理的 再來總結一下 機會的話 近期的營收有復蘇啦 因為畢竟從第一季可能整個營收下降了 超過4成 然後第三季目前看起來只有 只剩下13.6%嘛 所以目前 付出的狀況是好事啦 當然是希望可以繼續付出 那麼 那現在的價格其實就算蠻合理的 這個就看大家怎麼去看待這個機會 風險的話還是 剛剛前面講的 ROE跟營收其實衰退的比較明顯 從過去可能30%以上的ROE 到現在可能落在甚至20%以下 然後未來會不會20%以下是常態 其實就看他整個大陸那邊的狀況來確定 第二點就是 大陸營收佔比過高 所以是一個蠻值得注意的風險 我是覺得公司應該有意識到啦 所以他現在整個在東南亞 包含南非 這幾個市場都是 我是覺得有必要積極一點去做開發跟佈局 避免就是 未來真的 美中貿易戰如果有 比較 不好的情況 互相比較惡性的 客觀稅這種 狀況如果出現在他們 機械設備業的話 那 其實他整個大陸的營運可能會受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這些風險也是要考慮到 好嗎? 好,預告一下下一檔個股 下一檔是3010的華麗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鎖定一下喔 如果你還想要了解其他個股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趕快訂閱喔 謝謝啦 就這樣囉 掰掰